这是一场拥载史色的比赛 马龙4比1惊奇对手 完成试拼赛三连贯的壮举 方言全球也只有国拼传奇人物庄泽洞能做到了 2019年的马龙刚刚经历过手术 此次布达佩斯就上演了一出王者归来 下面我们就来回顾这场经典比赛 接发球直接正手中泡 马龙7比3领先4分 法尔克接发球挑打直接得分 马龙立马还一个 11比5 马龙以较大优势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马龙继续保持优势 比分始终领先2到3分 10比7 马龙拿到局点 法尔克接发球出界 马龙赢下第二局 第三局法尔克强势反扑 以5比1开局 马龙则是苦苦追赶 法尔克接发球挑协线得分 9比2领先7分 马龙调动开 让马龙在跑动中击球 所以这个质量 它有下降 马龙打出精彩扣杀 连锥5分 怎奈分差太大 最终反而可以11比7颁回一局 第四局 第四局反尔克状态不减 15比2领先 但被马龙逐渐赶上 马龙追到9平 关键时刻进攻十分坚决 10比9拿到局点 11比9 马龙逆转拿下第四局 第五局 第五局反尔克手感爆棚 多次打出精彩好球 马龙则是稳定发挥 始终领先两个三分 10比9 阿朗,他在眼 十一,馬拉娜比斯里,暫時的臉球 大可,滿臨時評賽斯,雖然放棄, 還用這方式即興名字,但是壓不可 更化者,也如新最學生的